欣云大师说 做人要从读书开始 阅读可以让我们独做一个人 独明一点理 独悟一些缘 独懂一颗心 大家好 我是佛光歌手春明老师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阅读时光 是关于静孝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呢 我们身旁的人都很喜欢做好事 但是呢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摆善孝为先 其实说到孝呢 就是一定要对长者或者是师长 当然还有包括父母 而最难的呢 正好就是父母 因为父母是长时间和我们相处在一起 所以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习气 要我们去适应 去体谅 换句话来说 我们自己也有不好的习气 他们也是在包容我们嘛 那为什么小的时候 他们可以包容我们 那到现在 我们却不能为他们做同等的对待呢 那 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我记得在三年前 爸爸还在的时候 当时他住医院 我去照顾他 我看到其他的病床 有很多老年人 他们都自己照顾自己 孩子们都不在身旁 那相反的 我也看到一些可能比较年轻的 父母亲都在身旁照顾 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景象 就代表说 现在的这个年代呢 很多的年轻人都不太懂得珍惜 父母还在的时候 那笑呢 其实在点智慧里头 也有教了我们一些方法 第一 笑是要长期的 因为他们照顾 我们这些做孩子的 从我们幼小 一直到现在长大 所以他们会慢慢的老去 有一些自己的 不变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去观察 去给他们更多的感受 我们对于他们的爱 所以我说这个是长期的 第二 笑是要实质的 他们不只是在年龄渐长 他们也会有圆满的一天 我们一定要在父母亲 还健在的时候 很坦快心怀的 愿意跟他们聊 让他们知道 哪怕是他们最后那一天 我们做孩子的 都还是会陪伴 他们变老的时候 也要给他们感受到 我们没有再嫌弃 所以不是只有行动 也包括精神上在内 那最后呢 笑是要全面的 说到笑呢 真的不只是对自己的父母 我们要对周遭的长者 或者是曾经当过你的老师的人 都献出一份孝道 那给他们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就好像是在练习 自己回到家中 怎么跟家里的两老 相处的模式是一样的 所以刚才我说的 那个第三点要全面 其实换句话来说 就处处以别人为先 只要你看到周遭 有遇到的长者 或者是师长 都要给予他们最基本 最基本的尊重 我觉得这个举动 已经算是一个很全面的做法了 所以大家一起往笑 这个方向前进 那懂得尽笑的 一定就是你周遭 做的一件最好 最慈悲的事 加油 每逢星期五 中午十二点 佛佑Podcast 我们一起读一本好书